大家好 又是我你们的主师傅 欢迎大家收看天一Dragon的视频 《三罗先法》的教学 今天继续教大家法术 今天是最后一堂教这八个咒语 今天有点特别 今天不是静 是叫金光法咒 这是一个短版的金光神咒 也是很实用的 循例也不断说一次 在下面的视频里有个连续 连续带你去免费的 可以拜师入门 可以有你的法号心咒 可以开始学法 就可以用这些法术 大家有兴趣学法的话 记得确讯那个连续 完成后可以在这里学习 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话题 今天的话题就是 第一点就是读一读个心咒 《三罗祖师在此》 《大显威灵及急如天》 《零七七零》 《零七七零》 《零七七零》就是你的名字 法号天什么 好 《金光法》就是这样的 《金光豪然》 《仙气腾腾天上地下围度独尊》 《仙气腾腾腾天上地下围度独尊》 《仙气腾腾腾天上地下围度独尊》 《仙气腾腾天上地下围度独尊》 《仙气腾腾天上地下围度独尊》 在这儿 Então есть 那不是我不要人理会你 就是我没虚需先生 announce 你打了电话给那个 饭堂专闹 就告诉你 不乃虚 мед 因为他们会给你 所以よう好 所以法律危间吗 我有没有法源 你们知,你们有没有 这一个沟通的渠道 所以你就寻须 这个人会感觉 然后代然说一遍 就这样不可 你都没有铰匙 没有电话 好 那我们就讲一下今天为什么会教这个有什么作用呢 其实我收到很多人就问同样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我被人攻击会怎样 如果我开了个坛或者我刚刚学法 然后有其他人也是学法的 他踢管那样踩墙那样打我 或者是总之是动我那样 有人落邪法作害那我可以怎样 这个金刚法咒的法力就是帮你去顶他 这个法力就是你可以这样想 这种金刚法咒这种金刚的力量 就是一种比较叫做很猛力的 可以帮你顶住任何攻击的 亦都可以帮你是一种 亦都可以说跟别人斗的时候 斗法那样是一种很猛的力量 所以这个亦都是你防身最好的力量 很强劲的 亦都是任何的法术加了金刚上去 亦都会比较坚固亦都会比较强劲 那不如说你有个招财符 你加了个金刚去加持了 那招财符都会比较劲了很多 所以金刚这个东西是很厉害的 但是金刚是不是好像 是人做了一个法术就行的呢 那你跟我这个方法做完就行的 但是如果你又练的话 那就越来越厉害了 越来越强大了 威力是吧 那怎么练呢 今天就教你 那我们正式进入第一个法术 那第一招教你的呢 就是练这个金刚 是体内的金刚这样练起 那我们人的法身里面 一个能量身里面的中间 这个能量叫做法心 那我们就用这个法心去练这个金刚的法力 那第一就是盘坐 盘坐 然后呢 两个劍子 我还没开始劍之前呢 今天教大家的首诀 因为平时我们已经教了很多课 都是用这个清净子 今天的首诀是这样 跟着合起来 中指、尾指和母指碰住 ok 那你看下去呢 就看到你的右手的食指先 跟着再有左手食指 那两个手指、中指 这里碰住 跟着呢 右手的第四手指 这个无名指 就在上面 跟着再到左手 ok 记得这个首诀 我们叫做金刚诀 这样 金刚指 好 那我们就正式做了 这个法术 坐下盘坐 在心念 三罗祖师在此 大显威宁 急如天 零零七零 所谓的左脚 因为你盘坐 那你就像坐着左脚 那样 就当自己 淌了 淌完之后呢 跟着这个法力 就入了这里 入了心这里 跟着呢 这样一出去 跟着变这个首诀 就是你从这里 向出 跟着一回来 就变了首诀 跟着在这里 就一路念了 念金刚的咒语 一路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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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三片 最少三片 对不对 接着呢 左脚 左脚 右脚 右脚 这样 右脚呢 就将法力 就会散出来 越来越光 这样散出来 念完 念够了 对不对 念够了 接着就可以收工 很简单 对不对 这个方法呢 人人都可以做 最简单 最简单的方法去念 那么 持久持久 多一点 多一点力量 就是 念多一点 力量就越来越大 慢慢 放多一点力量下去 那么大家呢 喜欢的话 可以练久一点 但是 再看下去呢 其实有第二个功法呢 那个功法才应该练多一点 这个功法呢 就是给初学的时候入手的 OK 那么这个练呢 就是那个法力 还有一个体内 在里面 慢慢地 由内 至外地散这个金光出来 就遍布周围 那么你想呢 就是传相呢 在念咒语的时候呢 想着这里 是 将个意识摆下去 然后这里呢 就是白色 慢慢出来呢 就变成白 跟着有一些黄 跟着就越来越金黄 跟着很光的黄 跟着就变成越来越黄黄 光 黄色光的 闪的 周围都是 跟着就变成了一片 就好像你自己的身呢 已经在一个 金光闪闪的能量之中 这样的感觉 OK 那么 加上这些传相 和你的念咒一起呢 这个法力就会慢慢在这里 这样连续出来的了 好 那么第二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 第二个功法 这个功法呢 我需要这个东西的帮忙去解释 这个呢 就是个心 啊 心 这个代表的心 当我念咒 左脚的时候呢 这个东西呢 就会 这个力量就会 启动 啊 就会 就是摆了些电进去去 启动 右脚的时候呢 这个东西呢 就会出来的 啊 会出出来的 看外 好 现在呢 我们坐在这里 把这个力量带出来 把这个力量带出来 把这个新决带出来 看着 三何组组织在此 大献为灵 急急如 天什么呢 灵灵灵 左脚 右脚 抿 左脚抿 后脚抿 揸动 右脚抿 这个东西透过这ego 浮在上面浮在上面 这个波在上面 指前变首决 现在我的宗旨和这个波 是好像无线 大家无线地在一起 连接着 这样自传 把波拉回来 然后念金光咒 念三篇 念完之后摔左脚 摔左脚的时候 这些有点力 接着就射了 透过手决射了上去的波 波就由白色变成黄色 微微开始有些黄色 接着出来 这样用双掌 转着波下来 你想想这个波在这里 接着双掌 转着波下来 波就在两个掌的中间 这样空着 在这里 这样的 控着波 波不弄了 在这里 接着 波在外面 将你的右手摆在上面 其他样东西 左手入 心 右手是心出 OK 所以 你的右手在上面 右手打圈 一路打圈一路念咒 念金光咒 一路打圈 打这个顺时针圈 一路做的时候 这个法力一路注到波上 这个波就会越来越黄 橙黄 好像墨水那样 越来越有色 色越来越实 越来越凝聚到颜色 OK 那你就在摆金黄的法力进去 接着 倒转 然后 这里 这样 一路有 揪 揪 左手逆时针 就抽 这个法力上来 一路抽的时候 你就在燃烧 里面的法力 所以它由那个好像墨水那样的黄 就变成一个火球状 光的 闪的 可能会有一些 一路在那里 越来越火 越来越烧 越来越光 越来越亮 越来越烨 越来越光 越来越烨 在这里的力量在燃烧出来 然后你变成了火球 像是太阳 之后呢 就去到中间 在这里 控住那个火球 拿高 接着变劍子 将那个火球 指上来 就是叫火球 在这里 回来 进去我的身体里面 透过百回月 这样落 接着 这样 这样 将这个东西 摆进人里面 那你练了法力 就是整个波波练完之后 就摆进去里面 那你就越来越强了 这个也是我们所谓 练丹的方法 这个丹是解释 你的心力里面 这一块东西 拿出一个分身 出来 所谓外丹 就是拿出一个丹 出来外面 在那里练 以气去练丹 练完这个法丹之后 拿进来 放进去人里面 那么人呢 就会吃了一个丹 那丹 那丹进去人里 就和你的心 融为一体 那你练了那些东西 就会 放进来 那就越来越强了 这个就是 法术里面说的 练丹 那我们有一句 就是 述语就是练水火 你将这样 灌输一些东西 进去 就是放多些原料 进去 放多些元素 进去 然后你这样的时候 就将那些元素 烧出来 将它 所谓 就是这样 摆进去 就将那些 所谓 炼精 化气 变成能量 在一边 然后这样 将炼气 化神 变成它 一个 燃烧了的 能量 这样 然后变成神力 出来了 然后你将这个神 摆进去 你自己那里 练神 还虚 进去 变成这个循环 将你的内丹 拿出来 外面练 内丹 外练 然后由外面 进去 人 这个循环 是 丹弓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OK 这个多些练习 练多久呢 你自己决定 你自己可以 例如设计时间 设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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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自己决定 你喜欢有心情 就练久一点 不用强迫自己 第三样 如何将金光打到东西 比如说 有读符 或者有本书 记得 去Amazon 搜索 就会有我的书 你可以看到 帮衬一下 比如说 将金光打到我的书 那怎么打呢 很简单 将新诀 混出这个丹 一样 三罗祖师在此 大显威灵 及急如 天某日律令 戚戚灵 左脚 右脚 将波飞了出来 一个圈 接着这样 这个波就飞到这里 然后这样下去 去 然后右脚 出 那波就进去 这些东西 对不对 过了去之后 然后变 变这个手绝 然后我这个手绝 和这个波是相连的 我就念金光法 念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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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多少片都可以 你喜欢 最简单是念三片 然后左脚 左脚之后 这个法力就进去 然后这样吹 然后这个指吹 然后分开 这样 分开 向里面 这样 踢右脚 哈 一哈 那法力就 爆出来 就变成一团金光 周围都是 那你就会 周围都有了 另外加多一个小法 就是 一只手 作法 很简单 比如说你对到门 或者什么都好 落个金光 很少的 不用做那么大动作 一只手在这里 接着 心咒在里面 念完之后 踢左脚 接着念金光神咒 念出声 踢左脚 接着这样 指着某些东西 吹过去 不是 是这样 这个手绝 念心咒 接着金光咒 踢踢 踢了两下脚 左脚 这样 然后呢 这样 然后踢右脚 哈 接着一旦 抹那个金光 下去 就可以这样 OK 那比如说你 学了我们的静口法 就那个 就是怎么样 封门 整个结界 那些东西 整了之后 你再打那个金光 下去 护住它 保护那个法 这样 你的法力就会更加强大 好了 那 所有东西都可以打那个金光 你打到人头都可以 总之是一种保护 是一种护身的东西 那我这里呢 中文那里呢 我透露多 就是因为有人 就是问这些问题 那我顺便回答一下 那比如说 如果有个人打你 就是用法术打你 你就知道他是谁 那你感应到这个人 动你 或者这个人 会浮现出来 在你的脑海里 那怎么办呢 那你就可以 用同一个方法 带了个金光出来 就好像这样 跟着 带了个波出来 对不对 把这个波这样 跟着连 连了你的火球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你可以把这个火球 对着那个人 跟着这样 哈 带了个火球 跟着就这样 这样推出去 扔右脚 哈 这样把那个波 射出去 那那个法力 就会打到那里 那里 那记得就是 key point 你打那些邪东西 就不是说 睁着眼睛地打的 你要闭上眼去看那个世界 所以 闭上眼睛 想着那边 跟着那个影像出来 就砰 这样打进去 这样就会中 透过你的意识 去接驳对方 ok 所以你想到那个人 或者想到那样东西 他就会打到那里 那你就想 会不会打错人的 或者打了他 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 通常都不知道 但是这样就 会不会打错人 一定不会打错人 因为这些是法力 法力就是有性的 就不会说 误伤在一些无辜的人 所以你打下去 一些三不直七的人 他只会 给了一个保护给他 就不会说 就是打他 所以你说 那我怎么知道 那个法力打下去 是帮他 还是害他 就是 是伤害他 还是怎么样 看你的心态 如果你的心 是想伤害那个人 那个法力就会伤害他 你的心原来是想保护他的 那法力就会保护他 但是如果你想伤害这个人 但是如果你想伤害这个人 但是那个人是三不直七 你又可能打错了 就是想错 打错的 法力也都会自动调整 去令到他变了不是伤害那个人 因为那个人是不应该受这个伤害的 所以他是不会被你打中的 就是不会像拿着枪那样 然后不小心射到人 就不会有这个情况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非常安全的 OK 今天就教了这么多 这个系列 这个八大静咒已经讲完了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